今天圣玄法师在这边 要与您来共享一个重要的议题 就是共业因果命运共同体 我们从这个师父所挑选的这个图 封面图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师父要比较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 什么是命运共同体 这是比较新的视角 当然师父也会从佛教的基本教义里头 有探讨什么是工业 什么是别业 什么是总报业 饮业 满业等等 也就是说 师父的课永远都是跨学科的对话 这个是我们AI人工智慧的时代 人人应该要必修的一个学分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中国大陆 中国科学院知名的朱青石科学家院士 他讲如果我们的佛陀生在这个年代的话 想必也是要藉由现代的科学来弘扬佛法 让更多的人有理有据有方法的相信觉悟的佛法 是人人这一生应该要共同来学习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好 那我们现在来不能免俗的一定要来介绍一下 主讲人师圣玄的小档案 主讲人圣玄法师是北大 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 有两个硕士 一个是福恩大学宗教学硕士 宗教学它是面向 适如到耶会五大宗教的涉猎 另外师父还有一个佛学的硕士 是玄壮学术研究院 我的那个专长是在维石 我在福恩大学的宗教学硕士 也是比较偏向心理学 特别是非常专于荣格心理学 因为荣格我们知道 那第一个发现潜意识的是 佛洛伊德的徒弟就是荣格 把深层潜意识发挥到淋漓尽致 所以师父的宗教学硕士的论文 就是藉由这个维石心理学 跟荣格的心理学去做对话 来阐述台湾佛教的性别平权观 好学术论文已发表的核心期刊 有二十几篇 讲座在全球就已经有上百场 在中国大陆有67场 那在我们台湾是二十几场 其他的坐落在其他的国家 现任学习宣 这是一个全球化红化的精英平台 师父担任的是CEO首席执席官 同时师父也是宗教与和平协进会 这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亚洲分会台湾职会的理事 长达13年了 过去师父曾经担任 也是比较国际化的 抱歉师父刚刚按快了一下 过去师父担任的 也都是比较国际性的职位 有福恩大学与纽约长岛大学 学术合作计划案的CEO 还有我们海绵佛学院的教务主任 以及海绵市的书记 这个影片让我们看到 就是师父在北京大学 攻读博士班的时候 每两年也要被立邀来演讲 来做讲座 上个礼拜 就是前一堂课 师父显示的是 2013年11月2号的 重磅千人讲座 这个是早两年 2011年11月18号 师父特别讲到的是 命运用佛法的智慧 来破解命运的迷思 特别显示这张图 是因为我们今天也是要讲 命运共同体 我们这一个图 这一年的讲座荣纳了800个人 看到有非常多的法师 前来听讲 他们不是正直的北大的学生 他们都是因为北大开很多的那个 就是短期的受训班 他们差不多都是短期受训班的同学 他们也来听讲 是非常非常精彩 而且您看到这走道上都坐满了人 这都不是位置 他们都是坐在走道上 你要知道11月的北京是已经非常冷了 外头都是下雨下雪的 他们就坐在冰冷的这个水泥地上 来成就一件善事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场讲座也是特别的成功 所以赶召两年后的2013年的讲座 已经突破了1000人了 师父来分享这个土档 最主要是我们应该要感恩 我们的佛陀教育基金会 因为佛陀教育基金会 35年来无冤无悔 为法副师奉献 帮助非常多的人 能够在家就能够听闻佛法 不用寒风冻雪的赶到现场来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要来特别感恩 热烈的掌声献给 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的创始人 简丰文督导 还有朱一春执行长 阮桂梁副执行长 以及全球直播资讯组的同仁 还有基金会所有的同仁 师父要把最棒的妙吉祥如意 文殊师利菩萨的吉祥咒语 妙吉祥如意 妙是无上清净 是来自终极本职的灰洒 要把这么棒的妙吉祥如意 献给基金会每一位同仁 同时献给云端在听课的 各位大德菩萨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 讲到了命运共同体 什么意思呢 就是共同嘛 一定是千亿法 他必然要动全身 那既然要讲到命运 那一定要了解命运从哪里来 再来呢 为何会形成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不是一个一个的生命就好了 为什么他会结合成一个共同体 所以师父就要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命运共同体 从Hologram 就是Holographic Concept 宇宙全习观来探讨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们这次讲座的架构 我们的主题是共业因果 然后命运共同体 我们还是要从生命的黑盒子开始 这个是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ujung Echus 为我们所发现的 我们不停留在生命的黑盒子 我们更重要的要了知 终极本质 佛教称他为 佛性 本性 空性等 始终只有一个而已 凡夫的佛性与诸佛菩萨的佛性是同一个 是无恶无别的 那命运共同体 师父就希望从宇宙全习观 来探讨所谓的坐微层 坐在一粒微层里头如何转大法轮 坐在一个豪端 一个小小的一粒沙的豪端 怎么来献所有宇宙万象的 那个珍贵浩瀚无穷 可以想象这一堂课也是特别精彩的一堂 师父的课永远都是把2500年的古老的佛法 用最新潮的现代科学 交叉学 交叉学科的论证 不只是科技 心理学 哲学 脑科学 还有现象学等等来结合起来 所以师父特别强调是世间跟世粗 就是粗世间法要并进 解形要并重 解就是理论基础跟落实健行 是双渠要并重的 全食双渗 全指的就是善巧方便 也就是世间法要照顾得到 食则是初世间法的终极本质 是要立即在终极本质 来纳受所有现象界的全巧方便 古老的佛法 新潮的佛法 我们两大主轴 一个是要善用科学理论 当然我们最基础的理论是临时的发现者 临时也是生命的黑盒子 是1963年英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ajun Eccles为人类所发现临时的存在 更重要今天我们要提到宇宙全习官 是英国的科学家David Bond 他提出了宇宙全习官的这个concept 这个概念 我们要立即今天我们的课程 讲到命运共同体 师傅要引用这两个重要的科学理论 然后当然还有脑科学 脑科学无比的重要 在AI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嘛 所以我们知道他跟脑是有关系的 Krishnamurti印度的哲学家 他说当你说大的心与小的心的时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首先我要告诉你那就是脑 这句名言无比的重要 因为它说明了心是依附大脑而存在 因为心是无形 心指的是灵石 它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然后我们怎么如何感知它的存在 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到大脑的运作 所以心是依附在大脑而存在 脑则是心的生理基础 这句名言有多么的重要 美国国会把20世纪最后的10年 12345678910的10年 立名为脑的世代 The Decade of Brain 所以我们知道师傅的讲座也好 教学也好 一定是会跟脑科学挂钩在一起 特别是每一个礼拜二 师傅有一个专题的播出 叫做解忧法AI 特别去阐述有脑来看异次元空间 异次元空间就是无形的世界 它怎么样可以来跟人类来联系 来联通 方法在哪儿呢 还有我们的大脑为了生存 它做了多少的进化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当然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有不同面向的播出 那欢迎大家收看 宇宙生命观值得我们人类来省思 因为我们常常很狂妄自大 我们自以为了不起 殊不知我们人类的渺小 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就是宇宙的生命观 来帮助我们人类省思 好 这是第二场的开场视频 也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叫做常青进菩萨抗议课程的 第二场的开场视频 每一场师傅都是会由一个视频来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甚深甚难 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辅助教学的材料的话 我们非常容易就留在名相 名相就是term 就是专有名词 我们非常容易就会留在名相套名相 就是一堆的名相都在一起 然后当事人自以为全都懂了 然后一考全都倒了 所以师傅比较 师傅的课都是从一个视频开始 这个视频当然跟今天课程的主题 必然是息息相关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是因为视频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检验自己的行为 跟这个视频所阳述的差异在哪里 到底是错在哪里 或者是对在哪里 或者是我还可以继续升华的底儿 是在哪儿 所以每次师傅的课程都会有不同面向的精彩的视频 好 所以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视频 这个是美国NASA释出来的一个视频 暗淡的蓝点 这个视频师傅最主要是要来帮助大家做出生命的启示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宇宙视觉 30年前的情人节 旅行者一号已经飞离地球60亿公里 向荒凉的太阳系边缘前进 在它的有生之年 很可能不会再遇到任何一个天体 于是在为节能而永久关闭摄像头之前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操控它回望太阳与八大行星 拍摄了太阳系的第一张全家幅 在这张全家幅上 我们的地球只是一个0.12像素的暗淡蓝点 2月12日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 发布了用现代图像软件和技术重新处理后的版本 在暗淡蓝点照片上 地球是孤选于广袤空间中的一个淡蓝色像素 阳光散射而成的条纹图成背景 其中一道恰好穿过了地球 新版与旧版的整体布局相同 只是更为清晰而鲜明 旅行者一号和它的孪生弟弟旅行者二号 是目前浮一最久距离地球最远的人造物体 它们已经离开了太阳风的实力范围 正在兴起空间穿行 它们发射于1977年 正值航天史上黄金时代 经费充裕的NASA制定了旅行者计划 打算去看看木星 土星和它们的众多卫星 如果顺利也可以顺便拜访天王星和海王星 热情洋溢的科学家们 还为未知的外星文明准备了一份礼物 旅行者号飞船上搭载着 进入地球音像资料的金唱片 唱片上刻有太阳系 相对于宇宙中14颗稳定脉冲星的坐标 中国的普通话 粤语 米南语 吴语和古琴名曲高山流水 都在金唱片之中 这两艘传奇飞船至少在4万年内 都不会接近下一颗星球 所幸的是 它们仍与NASA保持着联系 时不时向地球汇报旅途中的所见所闻 由于距离遥远 一次汇报则需要18小时 暗淡蓝点照片 截色太阳系第一张全家符 这张全家符有60帧拼接而成 拍摄视角偏离王道面约32度 太阳在一圈图像中位于中心 用相机最暗的绿片和最短的曝光时间拍摄 水星和火星未能成像 木星和土星成像比较清晰 甚至能看到土星环 天王星和海王星则比实际上大很多 是旅行者一号在拍摄过程中 移动造成的偏差 地球和金星仅仅是微弱的光点 再见 暗淡蓝点 我们不妨重温下一顾 美国天文学家科幻作家卡尔萨根 关于这张照片的一段经典叙述 再看看那个光点 那是子弟 那是家园 那是我们 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你所知的每一个人 你所闻的每一个人 曾经存在的每一个人 都在他的上面度过一生 我们的悲喜交加 千百个自以为是的宗教 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 每一个猎人与强盗 每一个英雄与懦夫 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 每一个国王与农夫 每一对青春爱侣 每一对母亲父亲 憧憬的孩童 发明家与探险家 每一个德行崇高的教师 每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客 每一个超级明星 每一个最高领袖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人 都住在这里 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 在浩瀚的宇宙剧场里 地球只是一个极小的舞台 想想那些帝王将相 杀的血流成河 在光辉胜利中 他们可以短暂地 主宰这个光点的一部分 想想栖身于这个光点上的 某个角落的居民 对几乎分辨不出区别的 另一个角落的居民 施加无尽的罪恶 他们误解何其平凡 他们相间何其击破 他们的仇恨何其强烈 我们的装腔做事 我们的妄自尊大 我们在宇宙中拥有某种特权的幻觉 都受到这个暗淡蓝点的挑战 被无银的黑暗包裹 我们的星球是一粒孤独的微尘 我们如此卑微 空间又如此广阔 没有迹象表明 会有救星从别的什么地方 来拯救我们 有人说 听闻学家能教会谦卑修养性情 或许没什么能比这张照片更好的揭示人类 妄自尊大是何等愚蠢 对我来说 这提醒了我们有责任和睦相处 并且要保护和珍惜这个暗淡蓝点 我们迄今所知的 唯一家园 好 那我们呢 好 这个短片是既震撼而且又感人 带给我们无限的醒失 我们过去的狂妄之大 在暗淡蓝点这个影片的照耀之下 让我们显得非常的渺小而且卑微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师父对于这支影片给出了什么样子的启示 首先师父每一次都会简介一下这个短片 为什么呢 因为短片走得非常的快 不见得每一个人很快都能够吸收得到 所以师父会非常简要的来再回顾这个短片 这是1990年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 旅行者又或称为航行者一号太空船它航拍 30年以后又再翻拍 所以就是2020年翻拍成功 有60帧的编辑成太阳系的全家福照片 也就是60帧的照片把它组合成太阳系的全家福照片 太空的拍摄地球是太阳光树上一个小底 40亿的英里以外的拍摄 美国的天文学家卡尔沙格尔他的剧作 就是 就是Pair Blue Dot 就是暗淡的藍典 Sagen他也是一个作家 他是科幻的作家 Sagen他收集了 而且发生了太空第一批的物理信息 旅行者的金唱片 提倡怀疑精神和科学方法 这是天文的生物学家的先驱 他也搜寻了地球以外 智慧生物的项目 他也是创始人之一 在Conell大学担任天文学的教授 并且领导行星科学实验室 小行星270号 2709号 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火星上的一个撞击坑 也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 1980年电视系列叫做 宇宙个人游戏在60个国家 至少有5亿人在观看 是美国公众电视台 当时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很可惜他只有享年62岁 好然后我们再来看Sagen的名言 从这边开始一直到下两页 都是他实录他讲的话 他说再来看一眼这个小点 这个小点就是 The pale blue dot 也就是暗淡蓝点 这个小点 就在这里 这就是家 这就是我们的家园 在这个小点上 每一个你爱的人 每一个你认识的人 每一个你听说过的人 每一个人 无论他是谁 都曾经生活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快乐和挣扎 数以千万的 自傲的宗教信仰 或思想体系 观念意识 以及经济学 原理教义 每一个猎人或征服者 每一位勇士或者是懦夫 每一个文明的缔造者 或摧毁者 每一位君王或者是农夫 这都是对比 看到吗 猎人或征服者对比 勇士跟懦夫对比 君王跟农夫对比 他说 每对陷入爱河的年轻伴侣 每位为人父母者 所有充满希望的小孩 父母跟小孩也是对比 发明家或探险者 每一位灵魂的导师 每个 然后每个腐败的政客 每个所谓的超级巨星 每个所谓最伟大的领袖 每一位我们人类史上的圣人 或者是罪人 我们的一切的一切 全都存在于 这一粒悬浮在一束阳光中的尘埃 也就是暗淡的蓝点 也就是说什么呢 我们地球就是那一个暗淡的蓝点 地球在哪呢 就是悬浮在一束阳光当中的一个小底 地球继续 这还是Sagen的名言第二 地球只是浩瀚宇宙经济场上一个小小的舞台 想那鲜血流淌成的河流 仍然由那些帝王将相所挥杀 所以他们的胜利与荣耀 可以让他们成为这样一颗小小底 上面的某一个区间上 瞬间而逝的主人 这个来告诉我们 我们很在乎的取得胜利 真的头破血流的第一名 或者是巨星各种殊荣 其实就整个宇宙而言 也只不过是阳光这一束里头 一个小小的微尘里头的 某一个区间上 我们所得到的胜利与荣耀 瞬间而逝 我们是这样子的主人 非常微不足道 非常必须要懂得谦卑的 因为时间跟空间就整个宇宙而言 三度空间的时间跟空间 是太短暂而且太渺小 想想有些永无止境的残暴 竟然就发生在这个小底上 某一个角落里的一群人 与几乎分不出任何区别的 同样这一个小底上的 另一个角落的另一群人 比如说战争的一群人 以及跟他们一起战争的另一群人 其实都是在这个小底上 这两个 这一个小底上的两群人 他们之间的误解 能有多少平凡呢 他们之间想要毁灭对方的愿望 有多么的迫切 他们之间互相仇恨 有多么的炙烈 我们的故作生成 我们想象出来的自我重要性 我们以为自己在宇宙里 有什么特权的这个错觉 似乎用红色来标示它的重要性 一直被这颗发着微弱蓝光的小底挑战着 我们的这颗星球是一粒 这颗星球当然指的就是地球 是一粒孤孤单单的微尘 看到没 微尘 这跟佛教经典讲的 是一样的 佛教的华言经讲 做微尘转大法轮 讲的就是微尘 被包裹在宇宙浩瀚的黑暗中 在我们有限的认知里 在这一片浩瀚的宇宙当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救助会从别的地方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要救赎自己 他要表现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在地球以外没有其他的星球 会来救援我们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 继续还是沙根的名言第三段 他说到目前为止 地球是我们唯一所知 有生命居住的世界 没有其他的地方 至少是在不远的未来里 我们可以知道没有其他的地方 可以供我们这一个物种 就是地球上面的这一个 你我他的这个物种 人类移民到可以造访的另外一个星球 但尚不能常住 我们知道有其他的星球 但是其他星球 火星土星都没有办法常住 只有我们这个地球 是唯一有生命居住的世界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目前为止 只有地球是我们的立足之地 这个是讲的特别的透彻了 有人说天文学是一门令人谦卑的 同时也是塑造性情的学问 也许没有什么能够比 从遥远的太空拍摄到 我们微小世界的这张照片 更能够展示人类的自负有多愚蠢 是的 人类的自负真的太愚蠢了 在浩瀚的宇宙当中 人类所立足的舞台 竟然只是一个暗蓝色的小底 对我而言 这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责任所在 更和善地对待彼此 并且维护和且珍惜 这颗暗蓝色的小底 这个我们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就是地球是我们知道 整个银河星系里头唯一的家园 值得省思跟提问 这是师父提出来的 宇宙到底是从哪里来 请你举重人类有多么的自负 阁下同意Sargon对人类的期待吗 Sargon对人类的期待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从愚蠢之父里头觉醒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做到更和善地对待彼此 来维护珍惜这颗蓝色的小底 而且更重要的我们要警觉到 地球这个暗淡的蓝点 是我们就目前的科学所能够了知 我们唯一的家园 所以我们必须要善待它 维护它 接下来就是 师父要来回应 刚刚师父自己所提的省思跟提问 整个宇宙从哪里来 整个宇宙都是阿赖耶什的投射 是更高维度空间投射在 你我所处的三度空间 所以我们知道人类的自负 我提问的第二个问题 人类有多自负啊 对无常全然没有警觉性 认为无常不可能来 即便来了也不会落在我的身上 所以这个是狂妄自大 我执导致对彼此的仇恨 因为只看到 眼里只看到我 无视于别人 不能包容别人的存在 法执 法执就是各种用的方法的执着 导致使之间错误的累累 Sagen对人类的期待深度不足 我认为他的深度是不足的 因为他的期待是说 希望是地球上的人能够 和善的对待彼此 深度不足嘛 因为他还是停留在 所谓的世间法上面 也就是现象界的四地法 并且维护和珍惜 这个蓝色的小点 红色这个是Sagen 对人类的期望 师父认为他深度不足 因为他仍然停留在 世间法上面的期待而已 人类因为累世的业障 非常的深重 因而无法了知 自他本源 自己跟他 他就是有情非情 都是他自己以外的 所有的众生 他的本源是来自同一个 爱因斯坦的名言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脖子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虾子 所以我人应该要超越各种的方法论 不管是暗淡的蓝点 从外太空 回拍宇宙等等 各种的方法论 例如宗教 科学也好 政治经济 文化养生等等 这些方法论 这就是法治的束缚 我们应该要超越它 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 是这些方法非常的好 非常的重要 我们要正视它 重视它 但是我们不现在 只是停留在 它的理论教义里头 我们要超越它的束缚 才能够迈向宇宙万象 唯一的根源 也就是终极本质 也就是佛教讲 佛性真如 法性空性无助 等这些翻译的名词 我们的吉祥大师 在大乘弦录的这一部著作里头 特别讲到 因应各个领域 佛教教育的 那个八万四千法门 接引不同的根器跟众生 所以佛教 中国佛教有十大宗派 每一个宗派运用的 佛学的名相是不一样 但是指的是同一个根源 就是终极本质 那比如说佛性 本性 真如 或者是实相 实性 像文书就习惯用实性 实相 这些文书的经典 像法华经 就习惯用一秤一道 像华言经 习惯用法性 等等 以此类对 解他的方法 就是修行不是要来拜一尊佛 因为文书斯利所说 《摩河伯偶伯密经》里头 就有讲 无不坐道场 我根本没有坐在道场里 诸佛菩萨都不坐在道场 何以故 献见诸法 住实际故 所有的法 不管是圣人的法 凡夫的法 献见诸法 住实际 实际就是终极本质 献见诸法 他的本源 就是终极本质 是如如不动的 无形无色无相的 所以他说 不是要修行 不是要拜一尊佛 也不是要引导信一个宗教 佛像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看到佛像 要兴起感恩的心 还有恭敬的心 学习诸佛的素养 这个是佛像的重要性 也不是要引导信一个宗教 如果宗教只停留在拜拜 那就是马克思所讲的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所以我们不希望 每一个人都抽鸦片 因此我们不鼓励 宗教就是等同于拜拜 修行是修正自己错误的知见 要和谐整合身心灵 来强化自己内在的生命力 由内胜出 来超越自己千年恶习 万年业障 逐步迈向没有烦恼 因而可以最后原正菩提 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那命运到底从哪里来呢 三十年前的事我们当然很容易记得 对吧 但是三十年以前呢 五十年一百年五百万年呢 谁能够记得呀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也许没有人想过 对吧 我们不记得的时候我们都说 我老了所以我不记得 难道就这么单纯吗 不是的 我们要了解命运以前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记忆何其的薄弱 何其的没有办法康复 整个我们一生的造作 但是有一个地方 它含长了我们生生世世 无始劫以来的所有的行为记录 好三十年前的事那个影片 因为我们六十五号的课已经看过 我们现在这一堂课 我们就不再重看了 那五百万年前的事 谁还能够记得呢 那么五百万年是谁提出来的啦 英国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在他的剧作叫做物种的起源 The original species里头 提到了哺乳类的老祖宗是黑猩猩 我们人类也是哺乳类嘛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的老祖宗是黑猩猩 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五百万年了 也就是说我人在这个地球上 五百万年的生口疫行为 谁能够记得呀 然后我们没有想过这件事 对吧 所以我们要听见文法何其的重要 对吧 这边师父就讲 五百万年前 乃至更早的佛教讲 五始劫以来的这些事 请我们交给生命的黑盒子 什么是生命的黑盒子 待会下一张slide就会彻底的解释清楚了 但是师父要讲 这个就是宇宙最大的移动硬盘 这个是师父 圣玄师父自己给出来的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宇宙最大的移动硬盘 为什么这么说呢 移动硬盘 硬盘它可以储存 储存我们的生口疫行为 照做等等大小事 为什么说它移动呢 因为生命的黑盒子 它是在人老死了以后 它被判定它不会死 它就是脱离了我们的肉体的束缚 漂浮到另外 在不同维度的空间 暂存49天 也就是佛这样讲的 七七49天 就是中阴森的世界 然后呢 到了第49天以前 它一定要随着它自己的业力的组合 再套上另外一个躯壳 所以我们就说 不管它漂浮在哪一度空间 整个宇宙里头 它可以自由的游走 当它没有肉体的束缚的时候 它是可以游走在不同维度的空间 所以师傅说 它是宇宙最大的移动硬盘 指的就是这个生命的黑盒子 荣格心理学 瑞士的精神科医师 非常知名的荣格心理学家 他说这个生命的黑盒子 他给它给了一个专有名词 叫智慧老人 好 那因为智慧老人 他是无形无色无相 为了教学起见 师傅用这一个来当作智慧老人 他当然不是就是长这个样子 因为这一个智慧老人 他是无形无色无相的 他用来记忆无始劫以来 所有的生物自己造作的生口医 各种行为 好 那我们继续看 生物的临时 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观点 1963年 英国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Sajun Akos 他是指出来 他发现了临时 他说临时是非物质性的 红字都要特别注意 非物质性当然就是精神性 这就是临时的形成 临时实时推动大脑 注意到吗 大脑发动指令 让我们的手脚来工作 但是大脑上面还有一层 是临时在主导这个大脑 是脑神经细胞发动工作 注意到脑神经 所以AI智慧 人工智慧 是紧扣着脑神经来发展的 这也是师傅的课程 经常都会跟脑科学来结合 临时在脑死了以后 他仍然存在 所以他具有生命活动的形态 因此我们说 他是一个生命的黑盒子 好 这1984年 就是21年以后 就是Sajun Akos发现 临时以后的21年 有一位另外一位 美国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Professor Roger Sperry 他是以治疗癫痫epilepsy 而拿到那个 内部尔医学奖 他的方法是彻底阻断东西两半球 就是大脑破开来 都变成东西两大半球的 大脑的神经传导 因为是神经传导错误 导致这个病人 他会昏眩 然后他自己不知道 他自己发病 他用这个方法来治疗癫痫症 而获奖 我更要分享的是 Roger Sperry 他在得奖的演讲里头 他讲 他的得奖是立即Sajun Akos 就是21年前 Sajun Akos的临时的发现 向上发展 所以可见这个临时的发现 何其的重要 另外我们还要再提到心是主导 因为临时就跟心是紧扣着 1949年的另外一位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是瑞士的科学家Walter Hayes 他说到 只有与脑相应的意识 意识就是心 对吧 心脑要怎么相应 才会被发展出来 Hayes他发现 在端脑跟中脑之间的肩脑 就是interbrane 他扮演了决定 而且协调各个我人身体内部器官功能的一个角色 根据这一点 他为人类奠定了 由心理影响生理的中药医学概念 这个特别重要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 我们都忙着打疫苗 这就是生理的处理 对吧 但是Walter Hayes在1949年 就告诉我们心理是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应该抗疫于心 我们要从心来下手 当然生理的事情 现象界的事情也是非常的重要 政府政令 多方面的配合都非常重要 但是始终是心理来决定 我们的抗疫能不能成功 好 所以Walter Hayes他因为发现了 由心来影响生理的这个重要的医学概念 因而获奖 并且带动身心医学 Mind Body Medicine的兴起 Richard Davison 这是2000年荣获美国心理学 中生科学成就讲的 他再一次的强调 是心智来控制着我人的脑 你看心控制脑 脑在控制生理 所以生理还是比较末端 人脑在主宰我人的身体 就是肉体 就是生理 如若我人能够在情绪的六大相度上 保持最佳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发挥自我控制 因为我是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敌人 我人最大的敌人始终是自己 自己没有办法跨越意识 意识就是产生情绪的一个重要一环 所以我们要来正确的认识生命的奥秘 这个6月15号师父也讲过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深 所以师父为了要讲解命运 所以师父快速又再来讲解一下 这个是维时心理学的心灵结构图 然后这个海平面是荣格的海平面 他为什么要画一个海平面呢 海平面以上 他说这个叫表层意识 为什么称它为表层 因为他在运作 我们很容易理解 佛教就把表层意识 纳入了六个 这个我们的心的活动形态 这个前面的五个时 这个时可以理解成为 现代医学的神经系统 所以眼时就是视觉神经系统 耳时就是听觉神经系统 彼时是嗅觉神经系统 以此类推都在表层意识 因为借由视觉神经系统我可以看到摄影机等等 对吧 然后我可以耳朵听得到我讲话的声音等等 这个是叫做前五时 更重要的还有意识 意就是了别 意识简单的说它是由精神的系统加上意念所产生功能的 意识它的功能就是来分别了别 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闻到的等等 我所触摸到的 所谓由意识来辨别我所看到的是和尚还是尼姑等等 以此类推 所以前六时佛教讲前六时就是 眼耳鼻舌身意 这六时称为就是荣格的表层意识 那么这个海平面以下就称为深层潜意识 深层潜意识就是因为我们不容易理解 知道它在不容易知道它在运作 其实它时时都在没有停止运作过 只是我们无从感知 所以荣格称它为深层潜意识 那么维时心理学就扎入了两层 来对比荣格的深层潜意识 那就是第七时这边第六时 第七时第八时 莫纳时就是它是一直在阿拉约时 它时时以阿拉约时为我 所以它是我错误的一个执着 所以它是我们我人执着的一个发源地 虽然它很认真在横审思量我们的每一个行为 但是它误解了它以阿拉约时 它锁定阿拉约时当作是我 所以它攀缘了阿拉约时 因此造成了我人的执着 阿拉约时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也就是我们命运的所在地是从阿拉约时里头 衍生出来的阿就是心的意识 这个是凡文阿拉约时 阿拉约时就是含肠 阿就是心 含肠的心就是阿拉约时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种子无比的重要 佛教称它为种子 我特别佩服这样子的一个名相 种子就是来告诉我们 这每一个时 这个神经系统 它都是有能量的 我们造作的每一个行为 也都是有能量的 种子就是因为它有能量 而且它会长大 所以我们称它为种子 它就是每一个行为的记录的最小的单位 好那这就是心意识 我们讲的心通常落在这儿 意讲这个 实讲这个统称为心 因为阿拉约时也就是 Segionechos为我们所发现的灵石 它是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所以不容易理解 是为了授克的方便 用红心来代表灵石 这是一个示意图 上面有圈圈叉叉三角形 代表我们的造作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行为 佛教称它为业 英文叫做action 凡文叫comma 善业就是善的行为 恶业叉叉叉的叫做恶的行为 譬如我放了一个杀人的照片 就是大大的恶业 无计业就是不善不恶 所以五百年前或难至五十节以来的时候 自己造作的行为记录都储存在这个灵石 就是这个阿拉约时 有善的恶的三大类 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最原始的主因 佛教称它为主因 英文就叫做cosis 然后呢 记得刚刚讲的能量吗 对吧 它就是每一个行为都是能量体 因为根据最基础的医学 我们的每一个细胞 都有1.4伏特的电压 所以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我人有50兆细胞 因此每一个人至少有70兆的电压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气场 就是能量场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量 乃至于整个宇宙 阿因斯坦讲 整个宇宙是能量构成的 确实是如此 现在师父在讲话就是生能 师父用激光笔指着这个slide 指着这个动作就是机械能 所以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是能量 也就是种子它会长大 所以同质性的善 它会吸收同质性的善的能量 继续长大 然后等到能量饱满了以后 就佛教称为现行 由因变成了果 这个佛教有一个专门名词 叫做现行出来 由因现行成为果 然后这边二叶也是由因现行成为逆境 果就是retribution 善因结的是顺境 就是人事实地物就是贵人 然后升官发财士 其实住的是福地福人居的极地等等 然后逆境就是犯小人 破产离婚等等 是由恶的主因衍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看师父的投影片 现在师父把它叫出来 看一下 师父把它叫出来哦 好 所以再看一遍 师父把所有的已经保足的能量叫出来 善的能量就到顺境这边 二的能量就到逆境这边 是谁给的啊 所以今天的顺境 今天的逆境 都是自己从阿拉耶什里头 感召而来的 谁来感召呢 这个就是助缘的最重要的功能 助缘 缘英文称为condition 就是一个条件 我们给了一个善的条件 自然感召这个善的种子出来 然后所以呢 善缘是指哪里呢 善缘指的就是 这边是恶缘 然后 sorry 善缘指的就是 从因要变现成果 这一段都叫做善缘的路径 这边从恶因要变现成为恶果 恶果就是逆境 这边叫做恶缘 阿拉耶什 阿 辛 拉雅 韩肠 所以他又称为韩肠石或异熟石 他有三大特性 韩肠所有的行为记录 一时而熟 现在照做 现在会熟 未来也有可能熟 也许现在不会熟 未来会熟 异地而熟 现在在台湾照做 也许在美国受报 现在在台湾照做 也许在中国大陆受报 这个都跟过去是很有关系 能量讯息中不是不报 因为年量还没有保住 还不能现行出来 所以不要心存侥幸 好 所以命运是恒色三十 过去现在未来是因为 他是一时而熟的 不是过去是照做 也许这一世会熟 这一世照做也许 未来是才会熟 所以命运是恒色三十的理论 是从这里来的 我们从这边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生命的组成 没有听课以前 我们永远都是落在这边 喜欢注意多变的肉体 要瘦身 然后要用玻尿酸 要打胎盘素等等 这种物质性的肉体 其实这一块我们充其量 给他一个名字 就叫做生命的行实 它是复印本 真正的主因在这儿 真正我们要努力的重点 是核心重点在这儿 它是无形的 无形是代表 精神性的 看不见的 是不变的临时 非物质性的 反物质的 它是阳性的 它是生命的本质 也是改变命运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改变命运 要怎么样啊 这边生命的外向 这边只要三分力就可以了 这边三分力 这边原稿这个地方 需要用七分力 好 要省私的是 我的生命是否立基于 改善生命的本质 还是我每天 匆匆忙忙的上班 回来照顾小孩 我永远都是落在这一块 所以这是非常值得省私的 我们修行就是 来清静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成功了 生命的本质漂亮了 自然这一块就漂亮 所以道理是要从这里下手 以初世间法 这边又叫初世间法为前导 同时带动世间的圆满 量子力学的名言 宇宙是能量的震动 整个宇宙都是能量的 而且它是共振的 爱因斯坦讲时间空间物质 是人类认知的错误 爱因斯坦同时讲 宇宙是能量构成体 它说我的职能互变的原理 已经印证了 这一个就是说 整个能量 整个宇宙是能量的 比如说它的职能互变的原理 就是E等于mc平方 E就是energy 就是能量 能量等于mess 物质乘上光速的平方 也就是说物质在光速平方 高速的运作之下 它会成为 它会以能量的形态来展现 我们再也看不到物质了 所以我们心经讲色 色也就是物质 即是空 所谓的空并不是代表能量 而是回归到终极的本质 终极本质遇到原理后 呈现了各种现象界的物质形态 一样在阐述 职能互变的原理 这边特别要强调 共振频率 因为是能量 能量 然后量子力学又特别强调 能量 整个宇宙都是震动的 就是大小事儿 因为它是能量 所以它一定会产生共振的形态 共振频率很高 就呈现无形无色无相的精神体 比如说太阳我们看不到对吧 声音也都是无形无色 共振频率更低的话 就会呈现厚重的物质肉体或状态 比如我们有受到厚重的肉体的束缚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整个宇宙当中 我们人类它的共振频率是很低的 存在的方式是可以改变 怎么改变呢 就是调整共振频率的高低 越高就呈现越高的精神体 神明祖先鬼也都是有它自己存活的空间 是依照它的业 就是它的行为记录里头 能量的高低来决定 这有一个影片 上一堂课看过 但是我认为这一个影片无比的重要 特别待会要讲到前习观的话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有 所以师傅让大家再重新再看一遍 为什么没有声音 抱歉没有声音 等一下啊 把他试讲一段视频 这个视频让我觉得非常震撼 我也希望把它分享给大家 在视频的开始 我们发现实验者正在随意的拨动 会发声的钟摆 根据钟摆的声音和摆动 我们可以看出 在实验的一开始 所有的摆动都是杂万无序的 而且声音非常嘈杂 但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些钟摆 有的正在慢下来 有的正在加速 它们的摆动频率正在发生着变化 而且趋同一致 在临界时间点 一分零四秒 所有的声音突然变得整齐划一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这些钟摆没有直接相互接触 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媒介 就是自己发出的声音和声波 通过白色平台 所传递出来的震动 从一分三十五秒开始 最后一个方向相反的钟摆 也开始加速的摆动 与其他的钟摆 开始趋同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所有的钟摆和摆动的声音 都整齐划一了 你是不是觉得很神奇 其实这就是震动 共振就像一个纽带 将万物相连 将我们大家相互连接 根据量子力学的著名共识 万物都是震动 我们的想法也是一种震动 因此也会产生共振 相互影响 当一群人同时发出同样的想法 我们所产生的想法 共振将会带动很多人 当足够多的人 同时发出非常美好的想法时 所产生的强大共振 将会带动全世界的人 为全人类带来良善的未来 而这个灵界人数 是十四万四千人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在一起 共同的冥想 同时发出善念 共振出一个美好的世界 我们也希望将爱之手的美好 传递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一个影片无比重要 这是量子力学非常知名的一个发现 就是宇宙万象都是震动的 因为震动 所以它一定会带来共振 共振就有频率高低的不一样 那上个礼拜 sorry 不是上个礼拜 两天前上一堂课 6月15号的课里头 我们有提到 David Hawkins 美国精神科医师与量子力学家 他们做的心意识的投射 我们的心当然也是有能量 心意识投射出来的能量 他把它分成三个级别 最低的级别是负能量 就是我们恐慌 像现在疫情很恐慌 然后我们失望沮丧 紧张焦虑压力重重 它的能量是在200以下 200以下 200的那个单位是乘以100Hz 那正能量就是200到700之间 是叫做正能量 比如说我们包容别人 我们有勇气 然后有自信心 我们诚实 这些都是正能量 就是200到700之间 然后高能量是700到1000 然后那个能量级别表 里头显示了最高的能量 就是与宇宙同体 那是什么状态呢 就是正悟到合一的圣人 也就是诸佛 他正悟到必进空 什么是必进空 宇宙万象跟终极本质 回到原初没有分开的 合一的圆满的状态 那就是最高的能量 就是1000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 诵经念佛词咒来摄取 诸佛圣人的高能量 帮注入到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从负能量的漩涡 拔高起来 然后我们每天所作所为 如果是依照经典的指导 那就会能够跟 诸佛的高能量高频率 然后产生了共振的回应 这个是师父让大家看这个影片 最重要想要帮助大家理解的共振 善的共振还有 善的共振就有正能量或高能量 跟诸佛共振变成是高能量 我们加入了错误的群主 群主里头都是谩骂 像现在疫情的期间 很多人没有办法理解官方的辛劳 事处谩骂 就是限制举于负能量当中 如果我们的家人 我们参加的群主或我们的办公室 有人谩骂抱怨天天抱怨 那我们就处在一个负能量的漩涡里头 所以我们修行就需要 诵经念佛持咒 摄取诸佛的高能量 然后回向 回向就是dedication 就是把这些高能量传递出去 帮助这些负能量的人 能够从负能量的漩涡 把它搞起来 这个是我们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接下来我们要讲本尊与分身 从宇宙的全习观 从这边我们要来探讨命运共同体 这是最好的一个视角 为什么呢 本尊就是终极本质 就是佛性本性 凡夫与诸佛无恶无别的 实在本尊就是终极本质 分身就是你我他 那落在现象界的每一个我们看得到的宇宙万象 包括电脑 桌子 椅子 你我他 或蚂蚁等等 都是本尊的分身 然后我们从宇宙的全习观里头 可以发现本尊跟分身 未曾舍离过没有分开过 所以从宇宙的全习观我们可以知道本尊与分身就是命运共同体 然后从这个视角我们要来阐述命运共同体 它应该是更重要的更高阶的一个视角 宇宙全习观 这个物质世界不是只有实体的桌子 我更希望能够把它讲成宇宙万象 宇宙万象不是只有物体 不是只有物质性而已 宇宙万象包括气流 暴风雨 这些都是宇宙万象 它是都是震动的 为什么它是震动的 因为它是能量 有能量一定是会有震动 有震动就会有共振 有共振就会产生频率 有频率就会有高中低的差异 高频率就是高频共振带来高能量 中间就是正能量 中间的共振 低频共振就是负能量 好那接下来再讲宇宙全习观 是英国量子物理学家David Bond 他在20世纪 这是很新的20世纪 现在才21世纪 在上一个世纪所提出的全习图的概念 Hologram 这个概念指导世人了知 客观现实的世界根本不存在 这个是跌破了世人的眼镜 我们所存在的扎扎实实的厚重的地球 竟然不是真正的存在 David Bond告诉我们 他其实只是一个幻象 是什么幻象呢 是更高维度的一个投影 刚好投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三度空间 呈现了一张巨大而且细节 丰富的全习摄影图像而已 所以也就是宇宙万象 整个宇宙如果就宇宙全习观而言 它只是一个图像而已 这个图像是巨大而且细节 非常丰富的一个图像 全习观 教导世人了知 每一个碎片里都蕴藏着宇宙完整相对应的信息 这句话特别的重要 每一个碎片包括我手上的一个指甲 这么一小片碎片 比如说如果是我的指甲的话 这个我的指甲 它也蕴藏着宇宙跟我的指甲相对应的 是完整的信息 所以真的不能小看这个指甲 这个指甲就宇宙全习观而言 它这个指甲里头有整个宇宙跟这个指甲相对应的 完整的信息都含残在这个指甲片里头 宇宙全习观就是本尊与分身的关系 华言经教读世人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这就是全习观最好的诠释的一句经典话语 我们再看全习观或者不容易理解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全相的摄影 就是记录被射的物体 被拍摄的这个物体就像我们被拍摄了 我人也有因为是有能量 所以有我们的反射的光或透射的光波 我人因为有能量所以有波长 光波的完整的信息 包括政府相位员等等 同步记录 透过记录胶片也可以得到完整的重建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当我拍摄一个物体的一个角而已 只要一个小小的角落 但是当我拍摄它的时候 我掌握了它的振幅跟相位员 所以虽然我拍的只是一个角落 但是它呈现的是这个角落里头 所有反射出来的 透射出来的光波的完整的信息 然后我们的摄影师从记录胶片里头 也可以把它看到完整的重建 全习的摄影是一种立体的视觉 我们观察的人可以看到被拍摄物体在不同的角度里头 用全习摄影的这个技术所记录到的图像 所以因为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拍 所以会让观察者产生立体的视觉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一花一世界的这个一花可以透视到 这个一世界不是只有地球 是透视到整个宇宙的整体 因为一花它含长着整个宇宙完整的信息 看到吗 完整的信息 因为宇宙已经是一张全习图像而已 所以终极本尊就是始终只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佛性本性空性等等 现象界的分身就有亿万个 所谓的千江游水千江月 这个千江月月亮始终本尊只有一个月亮而已 但是倒映在宇宙整个宇宙的河流里头 就有数千亿万个千江月 所以这个是来告诉我们现象界里头的月亮 跟这个本尊的月亮 终极本尊的月亮 它的关系是就是全习的关系 宇宙全习官它的核心思想是 宇宙它是不可分割的 而且各部分之间 就是我的指甲 我的头发 这每一个小部分 就像刚刚开始看的短片 这个一个宇宙的蓝色的小点 就那么小一个点 它也呈现了跟整个宇宙不可分泌的整体的关系 全习就是整体 习就是信息 包含了整个宇宙的所有的整体的信息 换句话说任何一个部分 不管是我的指甲 我的头发也好 我的牙齿 都包含着宇宙整体 跟它相对应的信息 跟它相对应 跟这个指甲相对应 跟我的牙齿相对应的 整个宇宙的所有的信息 为什么 因为整个宇宙是不可分割的 能量是可以互通的 诸华言法界官门 这是唐朝的宗密所翻译的这部书 他讲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这句话就是宇宙全习官的代表言论 我们众生就是在现象界 对吧 我们在现象界里头 我们出生在现象界 但是我们的一滴草 一点露 我们的一个指甲 一个头发都有如来 如来就是我们终极本质 它的根本的智慧 它的根本的光波 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每位众生不分性别年龄 等外向上面的差异 都含射了终极觉醒 也就是如来 如来就是觉者嘛 对吧 终极觉醒的根本的智慧 与福德因缘 这个就是用这一句话 最能够表达宇宙全习官 就是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得相 所以我们才讲 众生的佛性跟如来的佛性 是同一个 是无恶无别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沉沦在现象界 但是如来未曾跟我们舍离过 因为我们的一滴草 一点露 我们的一个指甲 一个头发 都含射着如来的智慧 跟他的福德因缘 他跟我们是对应的关系 具有光波的对应关系 所以我们是在宇宙全习的 这一个概念里头 因此我们跟诸佛 也是命运共同体 所以从全习官里头 最能够表达的就是 整个大宇宙就是命运共同体 包括我人众生 就是我们现象界三度空间的众生 有情的众生或飞禽众生 飞禽就是没有阿拉耶什的 像花草树木瓦砾 这些飞禽众生 一样含藏着如来的智慧德相 一样在整个宇宙全习官里头 诸佛的佛性未曾跟他有过舍离 是他是连贯的 因为整个宇宙他是不可分的 换句话说 整个宇宙就是最大的命运共同体 什么可以来表达这一个宇宙的全习官 待会我们还会再讲到佛教的教导 佛教基本教育 现在师父要回归到基本教育 来讲命运共同体 众生累世行为造作不一 存在哪里 存在阿拉耶什 这一股造作不一都是能量 对吧 每一个行为都是能量 这股强大的行为能量的引力 会引发个体就是众生自己轮回到六道 投身任何一道都具有相同造作行为使然 所以投身到地球这一道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造作同样一个造作的原因 所以我们一起投胎到地球来 那为什么我们不投胎到其他的星球 因为我们造作是同一个感召我们来到地球的同一个因素 所有个体的果报的总和叫做总报 也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的总报就是活在地球上 地球是我们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个 最大的是整个宇宙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我人比较狭隘 视角狭隘 总是看到地球 我们认为地球是命运共同体 那当然没有错 但是应该要学佛应该要视野更扩大 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们投身到人道 这代表什么呢 就是你我他投身到娑婆世界 就是三度空间的地球上来的总报 刚刚讲到总报 我们投身到人道 这个就是我们的总报 我人活在地球上的有情生物 我们人就是有情 情就是情食 就是有阿拉耶食的生物 非情众生 非情万物像草木瓦利等 就是我人命运共同体当中的一员 我人又有宇宙 有智慧 有愚痴 有美丑等细节差别的果报 就是总报是来到了人道 对吧 但是越有差别 有的人很有智慧 然后有人很愚痴 有的人很美 有的人很丑 这个是按照个人造作的行为 基督不一样 这个就叫做别报 我们说这个人长得很庄严 那叫做他的别报很庄严 但是总报而言 我们都是落在同一个娑婆世界 三度空间 这个是总报 另外要介绍总报业 引发总报的业因 叫做引业 注意哦 是引发 刚刚总报是投胎来到 命运共同体的地球 对我们视野所见到的地球 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 这个是我们的总报 那怎么样会引发 我们来到这个娑婆世界 引发总报的业因 又称为引业 或称为总报业 是指牵引众生 投胎转世到地球 或者投胎转世到地狱 转世到人到天到等 或者是投胎 变成不同的方式去投胎 比如胎生就是人 软生就是鸡 狮生就是蚊子 这些叫做狮生青蛙等等 化身就是羽化的东西 这些是引业 引业就是牵引我们会去投胎到哪里的 这个叫做引业 至于满业就是圆满各细节的差别 比如说我会投胎到含金汤池来出生的富贵人家 这个就是引业当中的满业 圆满我走向那一个家庭 这个是满业 所以我们佛教的基本交易 就会有牵扯到命运共同体的 就是有总报 然后牵扯从总报里头 带进来会有别报 跟总报相对应 总报是整体的别报 是个人的造作 所以会有美丑的差异等 再来很重要的是引发我们走到 说破世界的叫做引业 再来引发我们走到更细微的富贵或平寒的家庭的 这个叫做满业 接下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叫现象界跟终极本质的关系 这个在6月10 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学佛 如果对这一点都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的话 其实学佛会有非常多的误导 所以6月15号师父讲了这个slide 今天再重复 再重申他的重要性 在大乘旋论里头 我们的家祥吉障大师 为我们指出来 所谓的终极本质 当然是哲学的语言 佛教就称它为 佛教的名相称它为 佛性又称为空性 又称为本性 又称为真如等 等等等等 实相实 实性 无助无相 这些都是终极本质 在不同的佛教领域里头 给它不同的代名词 现象界刚刚讲过 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 为我们在17世纪所创建的一个专有名词 佛教就称它为宇宙万象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slide要讲宇宙万象 跟我们的佛性 它的对比关系 这边我们刚刚已经从阿拉耶石里头 看到了有前世的主因 主因cosis 就是无始劫以来我们所造作的 就在这阿拉耶石里头含长起来 如果从算命来说 这就叫做本命 然后呢 我们这些都是能量体嘛 对吧 有善 善业 恶业 无际业 善业就是善的能量 恶业就是负的能量 还有不善不恶的 行为的记录通通都是能量体 然后他吸收了满了以后 因为我们一直不断又在造作 每天又在造作不同的能量嘛 对吧 所以善的能量的种子会再吸收 这一生我们给他的善的能量 加加加加加起来 今生我们的每一个动作行为 也去call out 会去扣板机叫出来这个 前世主因里头 跟我们这一生 这一生叫做助缘 缘就是condition 就是条件 今生我们给的是一个条件 我们给一个善的条件 抓出来的就是 这边善的正能量 所以这边善的正能量 被我从这边的条件 善的条件抓取以后 这边的善 加这一个扣板机的善 变成我的这一生的顺境的果报 相反的这边的恶 如果我今天遇到疫情就恐慌了 然后天天抱怨连天 天天恐慌紧张焦虑 那我天天都投射负能量 就会抓取这一边的紧张焦虑的负能量 负能量加负能量 这边就是我的逆境 好所以从算命来说 这是本命 这边是走运 然后这边就是顺境跟逆境 所以初世间法 这边叫做初世间法 什么叫初世间法 初就是超越 超越世间的束缚的 代表什么 它涉及到过去的累世 五百万年也好 五十节以来也好 所以它是针对本命 是救命的方法 刚刚师父一开始就有讲 要诵经念佛持咒 来摄取诸佛的高能量的注入 然后这边当然也很重要 这边但是这边只是救急 因为这一生顶多七十年八十年 乃至一百年好不好 还是跟累世来说 这边还是太短暂了 所以这边是救急 救急的方法 如果我们天天24小时 只专注在这个 今生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是太短视了 太大镜视眼了 看得太肤浅了 因为我们放着这个大饼不顾 只照顾这一个小确幸 这个大润发 我们都没有去照顾它 但是我们的命运常活是 大润发加小确幸 然后才是我们今天的果报 所以不能只照顾这个 眼前的小确幸而已 要注意到这个大润发 所以修行是什么呢 世间跟初世间双趋并进 刚刚一开始师父讲古老的佛法 要用新潮的佛法来阐述它 就是强调世间出世间要双趋并进 世间的叫做善巧方便的方法 初世间的叫做实相实性佛性的方法 所以叫做全实两个要并进 好那来到这边就是如这边都叫做有违法 就是有照做的 就是一直都在变动的 这边则是如如不动的 如如不动就是终极本质 也就是佛性本性空性无违法 没有不受到因缘和合牵制的 所以你看终极本质 佛教又称它为无我 这个无都不是代表没有 没有我不是 是超越我的束缚 因为我有肤浅的见解 因为我有肉身的束缚 所以终极本质就是超越我的种种束缚 所以才叫做无我 无向无助 这个无都是指到终极本质是如如不动的 这里是代表如如不动的 然后它又称为根本质 或称它为空性实相根本智慧 无违法也没有照做不受到因缘和合所牵制的 它的特性就是如如不动 然后涅槃气静 所以终极本质它就是如如不动 它因为如如不动 所以它可以纳受这边的如如不动 可以纳受这边现以下现象 这个叫现象界 这个就是终极本质 终极本质跟现象界的关系 上面是终极本质 下面是现象界 所以终极本质因为是如如不动 说它的这个特性成就了它可以纳受现象界 无数各种不同行为造作的因缘 来成就宇宙万象的千差万别象 来成就宇宙万象的风发雪月 来成就宇宙万象的风情万种 所以我们一个优秀的学佛者 应该要认识现象界 它是来自于如如不动的终极本质 也就是如如不动的空性实相 它因为这一个特性所以它能够纳受各种不同的行为造作 我人本来的佛性就是在这里 这里是本尊 这边就是分身 整个现象界就是分身 那宇宙全习观就是来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宇宙万象里头的一滴草一点路 都是来自于终极本质 它的能量的投射而已 它是一种幻化而已 从这边到这边未曾舍离过 也就是唐朝宗密所讲的 众生皆具如来 这边是如来 这边是众生 那众生皆具如来的智慧得相 如来的根本是你我他都有 现在只不过我们沉沦在这个箭头以下的这个现象界 所以我们杂染很多 我们有很多的负能量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认 可以认知到我们的根本质跟诸佛是同一个 因此我们要借由听经文法来建立正确的知向 所以我们就知道整个宇宙全习观来教导我们什么呢 就是来教导我们宇宙里头的万象 万象就是现象界嘛 康德讲的现象界在这里 它跟原始的终极本质是未曾舍离过的 所以这边现象界的一滴草一点露一个指甲一个头发 都受到这个终极本质的光波的这个照射 所以它是成为是一体的没有分离的 因为整个宇宙它是不可以分割的 好所以学佛很重要 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因果律 我们要借由这样子的知见 学会拔高思维 我们肉体一直停留在三度空间 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为什么我们的共振频率太低 所以我们的肉体就活在三度空间 但是我们可以借由思维来拔高 怎么拔高呢 就是把负的能量宇宙的现象当中所有的知见呢 要提高时时刻刻要提高注意到我的现象界的每一个思维 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所造所作所为都没有离开过终极本质 所以这个就是思维拔高 这样子的拔高的话 我们的能量自然提升起来 为什么呢 在现象界有负能量 最多正能量 然后来到这边都是高能量 所以我们思维拔高了以后 我们当下可以超越现象界的诸多烦恼 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 疫情所以很多不方便 吃饭不方便 然后很多的店家打烊 很多的店家导电 一片的愁云产物 这个是宇宙万象的负能量 我们面对这样子的负能量 怎么做思维拔高啊 转为感恩 有这样子的挑战 一转向的话 马上变成正能量 有了正能量以后呢 我们就会超越这些困境 因为我们就解脱了 自己学会了解脱的方法 解脱负能量的方法 拔高到正能量 然后朝这个终极本质去靠近 所以这个就是终极本质 跟现象界的关系 也是宇宙全席观的关系 宇宙全席观从这里也看得非常的清楚 整个大宇宙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 然后呢 现象界是来自于终极本质的投射 现象界未曾舍离过 所以说现象界的佛 现象界的一滴草一点路 都具足终极本质 佛性的分身 就是整个宇宙万象的任何一滴草一点路 与终极本质的根本质 是无恶无别的 只不过我们现在落在三度空间 它是在与宇宙同体 就宇宙全席观而言 这整个是不可分割的 好 抗议信要 文书的经典就讲 一切众生成就不思义定 什么是不思义定 一切心相极非心故 叫做不思义定 不思义定当时 当然是非常高的一个能量 因为它就在非常甚深的禅定当中 它体悟到一切众生相 以及不思义三昧相 是无恶无别的 所以我来解释这个 众生都能够成就不思义定 因为我们具足跟如来同一个佛性 所以我们有同一个能力 来成就不思义定 理由是心以及它所有的形象 都是只针对现象界而言 如果就终极本质而言 则一切心 以及它的形象的终极本质 就是空性的本质 所以如果我倒回去 刚刚的这一个图 就更容易来理解了 所谓的不思义定 就是理解在禅定 不一定是盘腿 在动中也可以 体悟时时不断的体悟到 心这就是心的幻化 对吧 心意识 刚刚讲的心意识 心幻化 所以有各种行为 种种的宇宙万象出来 然后文书的经典教导 不思义定 指出来宇宙万象 众生的宇宙万象 跟心所想的种种的现象界 跟这个终极本质的空性根本智慧 它是融色在一起的 简单的说 它是成为最大化的融色 这就是宇宙全习观 佛教就称它为毕竟空 最大化的融色在一起 而不是说 这边我们可以知道 有终极本质 然后我们现在就站在终极本质 不是这种概念 是终极本质 跟宇宙万象 最终它要达到合一的状态 合一的状态 宇宙全习观也是讲的是 合一的状态 就是未曾舍离的状态 是完整不可切割的状态 如果我们把它 这终极本质跟现象界切割 我们自然烦恼重生 因为这边有负能量 所以我们都被烦恼束缚对吧 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 终极本质的空性里头 我们还是烦恼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担心 我哪一天我没有办法 立即在终极本质 所以我们要回到原始 最原初的那一个状态 就是宇宙整个命运最 共同体最原初的状态 就是大融合 这整个都是融合的 它没有分割以前的 终极本质跟现象界 圆出最圆满合一的状态 这就是宇宙全习惯 它所要表达的状态 好 所以心跟形 形象就是心 所衍生出来的每一个动作现象 师父把它分成为三大类十大象 第一类就是因果 戒律 福田 时间 空间 这一类我们人看不到的实体 我们以为没有 所以这些都还在现象界 所以由哪里出来 由我们的心所衍生出来的 这都还在现象界 众生象 无上佛法象 凡夫圣人象 诸分别 一切心象 如来的智慧 法象等 这一类 好三大类 我再回到原来的那一个图来解说 这边就是因果 福田 这些我们看不到的 我们不相信它有的 它确实是有 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什么叫福报 什么叫戒律 什么叫福田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有差别像的 譬如说 这是圣人像 这个是凡夫像 这个是智者 这个是屠夫 这个有差别的还是在现象界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 智 就是根本智 这些就是来到了终极本质 他说这些都是由心衍生出来的 不管是看得到 看不到的 或者是不管是已经来到终极本质的 不思议定告诉我们 这些通通都要超越 才能够进入圆满合一的 圆出的状态 那样子才叫做不思议定 如果我人都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巅峰的状态的话 在100个SARS 在100个疫情 我们都可以圆满的超越 为什么 我们没有任何的分别 我们再也不会有恐惧 然后担忧 我们没有办法跨越这一次的疫情等等 我们要进入整个宇宙的命运共同体 而不是只停留在地球的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地球的命运共同体 还是在三大类十大项 没有达到不思议定的状态 所以一切照做有相无相 最下面这个就是有相的因果律 刚刚师父有讲 所有的因果由心衍生 福田也是因果 戒律也是因果 圣人防夫的差别也是因果 包括根本质 你如果没有办法进入到无相的差别的话 所有的都只是有相 那么我们冲击量子 称他是修福田而已 从这边要 从有相里头 要进入到无相 怎么进入无相呢 思维要拔高 超越二元对立 因为在有相的因果律里头 一切都是对立的 美丑对立 宠入对立 有无对立 生死对立 污垢 构染 还有清净是对立 所以有一切的对立要靠思维拔高 思维拔高的意思就是超越二元对立 开始就进入了无相的修会 每一次的思维拔高 带来能量的提升 这个黄色的剑车代表 带来能量的提升 因为整个宇宙都是能量的构成体 然后能量一提升 就带来智慧的彰显 看到吗 所以智慧彰显就带来果位的提升 所以这每一个都叫做变异生死 菩萨圣人他每一次要晋升到最高的阶位 每一次都是藉由思维的拔高来带动能量的提升 能量的提升带来智慧的增弦 然后带来果位的提升 最后来到了终极本质与现象界圆满合一的最高的能量 与宇宙同体就是能量皆为达到一千的圆满合一的状态 所以无相修会的次第是思维八高超越二元堆立 带来能量的提升 带来智慧的彰显 同步带来果位的提升 最后真挚到圆正菩提 就是圆满合一 回到了最原初的状态 我们的接下来这边这一段似乎要特别强调 宇宙的浩瀚 今天我们从淡然的那个小点 暗淡的蓝点就是Pair Blue Dot 暗淡的蓝点 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宇宙的浩瀚 我能何其的渺小 但是这一堂课以前 我们有非常多的人 停留在狂妄无知 供高我慢 谩骂政府官方 谩骂第一线的工作人员等等 因为我们真是没有知见错误 我们不知道 我们原来是这样子的渺小 怎么来解套啊 当然是要忏悔 所以接下来要讲忏悔法门的重要性 世界五道宗教共有的法门 就是忏悔法门 忏悔法门 像天主教忏悔 他叫做告解嘛 对吧 忏悔法门 佛教是普贤十大院当中的第四大院 我们可以知道他有多重要 忏悔的标的 是累世今生所造作的错误行为 这个无比的重要 为什么 很多人忏悔 是向菩萨忏悔 那不是这样 是向我们造作 错误的人士十地物来忏悔 那菩萨来干嘛呢 菩萨是在我们忏悔的过程当中 起到了正知护念的功能 这个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忏悔的重要性 忏悔是承认自己的过错 释放负能量 负能量就是能量结位在200结位以下 而且发愿永不再患 这个发愿无比的重要 因为发愿就是注入正能量 倒腹为正 把负能量转为正向 然后仰仗诸佛 大为神力 开发向上向上的高能量 所以为什么需要诸佛正知护念 就是仰仗诸佛大为神力 让我们的忏悔 透过发愿向诸佛来学习 最后得到跟诸佛相应的高能量 高能量700到1000能量结位 那我们再看一下 忏悔是转化出为力量 忏悔是承认起过 忏悔是保证不再重犯 发愿要向大众公开认错 才不会在内心黑暗面又有失常的一些 那还是负能量 忏悔是释放负能量 加上转善看到吗 这个向上的箭头 就是转为向上 向善 那就是要仰仗诸佛的大为神力 所以注意到 忏悔是要向业障忏悔 是自己发露 自己拜忏来忏悔 向业障来忏悔 不是向诸佛菩萨来忏悔 诸佛是来在我们的这个忏悔的过程当中 他是来正知护念我们 然后我们发愿 发愿了就永远不再犯 借由菩萨的那个大为神力 转为向上向善的高能量 每天回向dedication 回向给我们做错事的 亏欠他的当事人 这样子可以跟诸佛菩萨相应 取得他的加持力转为高能量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里头 我们可以知道 忏悔何其的重要 所以最后今天的课程 很重要的是 我们从Pair Blue Dot 就是暗淡的蓝点 从整个银河星系里头 我们看到宇宙 我们的地球在宇宙 浩瀚的宇宙里头 竟然小到呈现一个暗淡的一个亮点 非常细小的一个亮点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渺小 非常非常的卑微 所以我们要对过去的无知狂妄 进行忏悔 然后呢 我们借由宇宙从全习观里头 了知到 本尊跟分身未曾舍离过 本尊就是终极本质 也就是诸佛的佛性 本性 空性 实相 真如 一称一道 这些终极本质 跟沉沦到现象界 而来的众生 像你我他 这些众生 就终极本质而言 它是无恶无别的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沉沦在三度空间的娑婆世界 我们的一低潮 一点路 一个指甲 一个头发 都含长着诸佛如来的佛性 它的智慧跟德相 这个就是宇宙全习观里头 特别要表征的 整个宇宙是不可分割的 如来的佛性 也在我们的沉沦到现象界的 众生的每一个角落 包括指甲头发等等细微处 换句话说 本尊跟分身 就宇宙同习 全习观 就整个宇宙而言 它还是一体的未曾舍离过 它还是一体的没有分割过 在这边我要分享 能源经讲到了 坐微尘转大法轮 就是坐在一个小小的 那个宇宙 那个Pair Blue Dot 就是暗淡的蓝点 坐在地球 这个暗淡的蓝点 这么小的一个微尘里 转大法轮 讲经说法 像师傅这样 讲经说法 其实那个能量一放送出去 是撼动整个宇宙的 为什么呢 在三度空间 在Pair Blue Dot 在暗淡蓝点里头 所发生的每一个能量的振动 与整个宇宙 它是同频共振的 它是 这是量子力学为我们所发现的 整个宇宙都是振动的 因为振动 所以它必然有频率 有共振会带来共振 只是共振高频 或者是低频共振的差异而已 基本上它是 整个宇宙是无可分开的 所以我们才讲 坐微尘里 转大法轮 然后呢 在一毫端 现保王草 在一毫端 一毫端当然还是 就是那个宇宙 就是那个 Pair Blue Dot 叫做暗淡蓝点 暗淡蓝点里头的地球 就好像整个宇宙的一毫端 一丝毫的一小点 然后现保王草 保王草就是 整个宇宙的珍贵 所以我们从暗淡的蓝点里头 我们的能量与整个 银河星系与整个宇宙 其实是无而无别的 它的能量是通的 而且整个 这个暗淡蓝点就在 整个宇宙当中 这个是宇宙全习观 特别要指导世人 了知的就是说 在即便是在最小的暗淡蓝点 我们还是在整个宇宙 浩瀚的宇宙当中 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对应 都没有离开过整个宇宙 没有离开整个宇宙的最根本的根源 神是什么 就是终极真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佛性自信本性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 佛性自信本性空性所衍生而出来的 所以在没有听过这一课以前 我们难免会狂妄自大 所以师父今天要以最后的献礼 来跟大家分享 忏悔让我们不要陷入负能量的漩涡 不要倒下 不要让外在的现象 供高我慢等 狂妄自大 超过我们内在本具智慧 本具智慧就是终极本质的坚强 实时立即终极本质 超越二元堆立 不思善不思恶 才能够强大生命力 来证悟到现象跟终极本质 最原始原初的圆满合一的状态 那就是证悟菩提 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永恒的真幸福 师父在这边要来播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短片 来与大家共享 就是这么一个宝贵的 教导人忏悔的一个影片 今天我们的课程 就要在忏悔的声中来圆满 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们实物的心永远与您同在 不管在天涯与海角 期待下个礼拜二 下午14点到16点 我们还能够在空中再见 在疫情肆虐的全球 师父没有忘记 每天为这个全球的疫情 的缓和而回向 师父的心永远与您同在 让我们抗议于心与战意并进 不管在天涯与海角 我的心永远与您同在 师父要邀请 师父所收养的流浪狗 献给云端每一位朋友 一支玫瑰花 代表我的最爱 最后也要献上至诚的祝福 妙吉祥如意 同时恭祝我们圆满战意 和福千祥云集万福并争 感恩您的收看 谢谢您妙吉祥如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